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脑上面来讲话 你知道今天新台币贬值多少吗 贬值了两脚 也就是昨天贬了一脚以上 今天又贬了两脚 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过程中 我们在之前就教过大家 我说台湾里面来讲话 以目前而言 它大部分都是被动基金在做操作的 就算你是主动资金好了 你在看多台湾股市还是看空台湾股市 这个叫主动式的一个操作 某些个股里面 你在面对新台币一天之中 你就重贬了两脚的情况 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这些的肚子 你会怎么做 也就是说我放在你台湾 假设我都没有赚钱 我今天的汇率 因为它是用美元换过来的 我的汇率就损失了台币两脚 这个对于他们而言 当然损伤是很大的 可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现在为什么很担心 整个在三月底之前 要公布的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不就是因为新台币从当时后 32.4多 将近32.5 一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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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30.6多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一个新台币的走势 也就是说大家先知道一则 整个一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刀两面刃 当你的新台币从当时后 这边一路以来 32.45 升到30.64 然后你现在在扁 扁到今天为止到31.6 虽然会造成台北股序的一个压力 但是你站在投资的一个角度 你站在投资的一个角度 请问第一季的财报 会不会有会退回冲的利益 一定是 除非你这家财务长乱搞 不然的话 你的一个美元在目前是升值的 你这个时间点 你就应该会有会退收益 所以我才会说在第一季中 我们不是在利多之中找股票 我们是在利空之中看到 看到了未来 也就是你现在里面到三月底之前 你要公布去你的第四季的财报 因为新台币现在又扁了一角 你未来的回冲的一个利益 就是一角 这样你要先照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导国的经济 第二点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说 为什么台湾股市在最近会大跌 其实今天不是只有台湾大跌 你来看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因为美国他采取的一些的措施 他采取的一些的措施 你过度的偏激 从中美的一个贸易战 到地缘性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种过程中 我说你物籍一定会必反 一定会有人趁乱 趁乱开始怎么样 让你风火连天 譬如说你一开始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争 你就没有让它马上的结束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后来就到了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再过来你就到了夜门的事件 再过来就是今天 大家有看到这个国家吗 这个国家称之为南韩 南韩股市为什么今天重挫 难道南韩跟我们一样 有两岸的问题吗 南韩没有两岸的问题 但是它有南北韩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现在里面 北韩就讲说我要打你 我要统一你 北韩真的能够统一南韩吗 我存一个问号 但是这个部分就如同 外自在看台湾一样 其实我们台湾 从前李登辉总统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在面对两岸的 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如同蜀方说的 从那个时代一路到现在 我讲一个真的故事 给大家听 笑一笑就好了 在当时候 前李登辉总统的时代 那时候一个飞弹 他掉到了某海峡之上 我还去准备了两颗拉德钻戒 准备了几个 为什么 要传票 因为你那时候不习惯 不习惯两岸之间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就跟大家讲过 现在里面来讲 从前李登辉时代一路到现在 我们台湾历经了几次的民主选举的洗礼 历经了你自己本身的成熟的思想 我就说跟台湾共存亡 我不是没有潜逃 我是说跟台湾就共存亡 很多人都叫在国外怎么样 国外国外怎么样 我说不必了 就跟台湾共存亡就好了 这就是 外资的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外资里面看台湾 看南航 他就觉得是危险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当时候美国 我们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一些 都没有去做报道 在台湾里面来讲话 如果你没有看到一些报道 可是你去看美国 美国当地的一些新闻 他有讲过 他未来里面要资助三个国家 一个乌克兰 一个以色列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 请问乌克兰跟以色列 是不是已经在战争 那为什么台湾也在这三个里面 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不觉得说 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无限扩张到很恐怖 因为阿兜阿就是阿兜阿 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有我们思考的一个能力 但是这个部分 会阿兜阿的一些的想法 阿兜阿一些的看法 他会从台币里面就看到 当然有些有钱人会跑 我也认为很正常 因为我看太多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台币就扁着两脚 但是跑归跑 好处就是我们台湾里面来讲话 你投资这一家公司 这一家公司是收美元多的 你现在担心的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反推回来 在5月15号公布第一季财报的时候 就是利多 就会比你原来预估的获利数字 来得更好 大家一定要懂一体两面 一刀两面刃的一个部分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昨天就讲过 非常的可惜 日KD指标密合之后 昨天里面并没有交叉向上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从几件事情就看得出来 我就说这一个集中市场大概跌了1% OTC市场跌更多 大家昨天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 内资的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比较强吗 我说不一定 因为内资的市场上面来讲 他们是疯狂的 我说一般投资人 他是疯狂的 他是见风转舵 看到风看到雨 就是说风雨连天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时候就是说 OTC市场他会超涨 他有时候会超跌的一个原因 他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看在今天里面就很明显 你OTC的跌幅 就比集中市场来得更大 那这个部分 你一定要去做留意 我一直提醒大家 在第五波的延伸波 你一定要选择有基本面的 你可以一时的炒作 你可以适度的投机 但是你过度的投机之后 到后面里面 你会回归原点 那股价很容易回归原点 这我不骗你 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你现在的问题 就是以大盘而言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在哪里 现在大盘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看 现在大盘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大概就是 现在的季线居然在今天破了 破了 那有些说季线破了 生命线破了 所以今天里面有很多人 里面来讲很悲观 在乱砍股票 可是我给大家看 你要知道 整个一个在技术面而言 你要懂得融汇贯通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 我当然说过 外资没有在看 我说的技术面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 外资没有在看技术面 他只管我今天 要从台北股市 卖多少股票 汇出多少资金 所以他不会管你 技术面的强与弱 他只管我今天 要买多少台北股市 我要卖多少台北股市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现在外资说真的 有太多是黑头发 假的阿兜 台湾的在最近真的很复杂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现在的技术扣底位置 是在这里 我在整个电视上面 指的位置 你将来里面是要扣 前波的低点叫15975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 跟现在的位置 在短期中 你这条均线是向上的 没错吧 因为你扣的位置 比现在来的低 你这条均线是向上的过程中 不管他接近他 不管他破与不破 其实你暂时是不可以杀低的 因为他的均线是向上的 他的跌破并不代表 有效性的跌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是KT指标 因为你低档上面就是动画了 你这个低档的动画 跟上一次不太一样 为什么不太一样 因为上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低档动画 他称之为牛背里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讲 这一次不太一样的原因是 你的KT指标 你在低档之中去做动画 可是你的周KD 周KD的一个部分里面 他却没有办法在低档之中的动画 它是什么 它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KT指标 是呈现了交叉向下 看到没有 它是呈现交叉向下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 现在是短线上面的跌升 而中线上面要去做整理 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 观众朋友一定要有耐心 其实我在之前都讲了很多 台北股市之所以这个样子 跟不上美国股市的上涨 只有跟着一个下跌 当然有很多我们本身的因素 但是这些因素有时候是 外资自己本身 它过度庸人治老之 你想想看巴菲特在之前 堕台积电堕到了低点 不也都是讲这些问题 什么地缘政治不政治 但是到事后长期来看 也就没事了 我说过在最近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在 未来的新任的一个总统 现在的大一副总统 未来我们新任总统 叫赖总统 你要把自己本身的立场 站好掉 也就是说你必须 与前民的利益为主要的考量 因为不然的话 在这种过程中 两岸的关系一直恶劣下去 你不要说别的 有多少台塑四保 我在这个节目从来 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讲过台塑四保 但是你要知道台塑四保 是多少人 多少退休族 多少投资人 在长期投资的标的物 受到ECFA早收清单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石化业 你看他们的股价 我昨天就给大家看过 是这个样子 你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好好 去跟对岸去谈 不然的话 这些都是大家 长期投资的血汗钱 台塑跌成这个样子 南亚也跌成这个样子 1303的一个南亚 也跌成这个样子 6505的台塑化 也跌成这个样子 所以石化业已经这个样子 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福茂协定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不要忘记了 过去里面的一些金融股 大家觉得奇怪 金融个股为什么在最近的大跌 除了整个一个所谓的美国 说美国我之前照大家稍微停看听 就是因为美国 它公布12月份的CPI的一个年增率 它高于预期 所以它造成三月份降息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降低 你一旦降低 你的债券的价格就会跌下来 你殖利率就会上升 你债券价格跌下来 你金融个股就必须认列什么 认列叫做跌价损失 那是账面 它并没有真的卖 所以以后如果降息了 那我觉得2024会不会降息 我个人的看法会 因为很少国家 我说美国已经挺很久了 说真的美国这一次的多 为什么创造两年前最短的一个空投 那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很会利用货币政策 印钞票 一下降息一下升息 而且它降息升息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美国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 它为了要避免印着陆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它有可能会降息 因为很多的产业 我就说美国的GDP 你今年看2024年跟看2023年 你有没有发现差距不大 本来是比较差的 现在微幅的调高上来 所以它的产业上面 在2024年的选股 你就要非常的谨慎 你要避这个避那个 一堆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刚才已经讲了 季线扣底相对低 不管季线破与不破 你手上有持股的人 暂时不要去做沙滴 做短的人 静待日KD交叉向上 再去做进场 那持股比例不高着 在KD指标 现在已经是低档 你就不要去做沙滴 但是但是 我已经讲多久了 你现在主流是什么 你告诉我 主流是什么 没有单一主流确认之前 你就是要保留三层的现金部位 我不是现在讲而已 我早就告诉大家了 那保留三层的现金部位 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你保留出现金 你不要股票买太多档 你这些股票买买 到相对的低点就有钱 有钱你下来一买 啪上来 你很容易就反败为胜 我等一下会举例给你看 那信台币大幅的贬值 外资期选限没有同步做多 当然不利于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所以要就只有一个 讲白了 要就只有一个 就是礼拜四台积电下午的法说会 那目前我的看法是不变的 虽然在昨天里面 美国的债券殖利率攀高 美国的债券的一个下跌 代表第三 应该说三月份 不会去做降息的动作 但是在目前 以第五波的延伸波而言 你还是要股债平衡 你要趁着债券跌下去的时候 大概 其实算一算 大概就每跌一个percent 你就买一点 你不要每天买 每天买 你没这么多钱 我看很多 每一个percent左右 你买一点买一点 用定期定额的一个方式 那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第一季 我已经跟他讲了 我已经讲第一季就是利空 第一季你要大涨可能性不高 第一季是淡季 第一季里面 二月份工作天数少 有长假的一个效应 有丙种的一些的风光 三月份里面就要公布去年的财报 这些公布完毕之后 去年的财报 不要去预设多空的立场 你只要在对的时机点 什么叫对的时机点 第一季利空之中布局 我没有四四二非的答案 第一季 一二三月利空之中去做布局 再影响第二季 第三季的成长性 你这样子就可以影响你的财富 成长的大格局 龙连里面鼠方陪着 你要跟上鼠方盘中操作的投资朋友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着鼠方财户在龙连中来 这就是鼠方告诉大家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 利空之中去做布局 在第一季之中 再来享受第二季 跟第三季的成长性 坐在教内 等待后面的人 只会看营收的人 帮你抬教 这才是真正在2024年 有机会成为赢家的方式 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我们下个阶段 从产业上面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群方位 其实从第二季之中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不管是某些AI伺服器的概念 或是细制裁的部分 里面来讲话 它就会上来 细制裁当然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它比较涨的是中小型的 或是低价的 当然世新跟创影力 因为它本身就是 有属于MSCI的一个成分个股 它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性 可是我给大家看 这些个股 其实细制裁 我大部分都看好 可是你要自己去比 比如说6643的一个M31 我们从沿路以来 从七八百块 就有去做推荐 对不对 你看它今天已经最高涨到1450 那以今年的获利预估值 大家知道是多少 因为它也加入到台积电的同盟 今年获利预估值是18 18块 如果你以18块来看 它的一个本益比是几倍 你自己很赚 那你说可是我毛利很高 对 我们当时候的推荐就是 它毛利很高 将近是百分之百 可是如果你获利的预估值 然后以18块而言 它到1450块 其他本益比里面来讲话 已经将近多少 已经将近70倍 那在这种过程中 我不是说它不好 它还是很好 可是如果你再去看 现在有些因为 外资大卖台北股市没有办法 那有些是MSCI的成分个股 像世新或是创意 世新今年是赚多少钱 65块 保守一点65块 创意38块 如果你这样来看 创意是不是它的一个 获利预估值的一倍以上 那创意现在1000多块 也有来到我跟大家讲的 月季线之间 你自己留意 因为创意要在第二季之中 你就会看到它的营收了 我讲得很白 那世新本来就一路好 可是世新唯一 就是它基金很高 那整个一个资源 在今年里面是11块 那它合并的IP公司 今年不会有获利贡献 那至于大家就在讲说 那神盾集团怎么看 我告诉你神盾集团 它妙妙在哪里 它从来合并的IP公司 你都算不出来 新和半导体有挂牌吗 这一次神盾合并的 有挂牌吗 没有 没有挂牌就没有办法去算 它的营收跟获利 可以带来多少贡献度 但是如果说 未来里面来讲 当神盾继安国之后 搞了一次大赚钱 对不对 再搞了一次神盾 可是如果它其他的个股都下去 你要非常的小心 我昨天就讲 那你就要非常小心 拉东出西的可能性 就要很小心 那如果它都没有跌破大量区间 那就没事 因为这枯水 那这种枯水就要注意 它到龙卷抢补日前一周 你就要非常的一个小心了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这是场道细致菜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有人就问我说 那人员个股呢 人员个股要看 如果是在之前里面 积电个股涨多了 那我不晓得到最后里面来讲 立法院没有过半 糟小也大的情况中到底如何 可是今年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今年的预算是去年审核 明年的预算才是今年审核 那你就可以从比较低基期的个股里面 去做一些的选择 我说像1513的中芯店 你看它最近下来了 它今年里面来讲 2024年大概赚6块多 6块多到7块 那如果你真的要本益比很低 我说这一档 你看它长期已经打底 身为人员在去年只有2块多 为什么 因为它的路障是下半年 但是在今年里面 台电二企的工程 锋利发电的部分 今年要全年都去做路障 今年可以到8块 那目前算起来 它应该是绿电个股里面来讲话 本益比最低的 如果你要去投资的话 那更何况核电短期之中起不来 那就要看整个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说的都不是说 不管你未来里面如何 你今年就会入账8块 明年里面也会入账这么多 因为它的工程是在过去的预算 就已经审核过通过的 这是你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至于在整个三奈米制程 我之前就讲了 三奈米里面来讲话 台积电里面大概就会讲AI AI任何的个股 只要15倍本益比以下 你就不要杀低 我就是说过了 伪创6块到8块 剑顶大约16块 齐鸿大约16块 那有人估到18块 那整个一个广达11 13 那整个一个金像电 大概11 12 那这个部分自己留意 那这个部分大概在第二季 听清楚第二季之后 他们的营收就会进来了 那至于其他的HBM 相关的概念个股里面 你也可以来回做 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知道一笔资金来回运用 我就举例 你这个是套在150 你低档再买 你现在解套没 8.112至上 你套在这里 你低档买 你到这里解套没 那6138的一个茂打 你套在这里 你到这里买 你到这里解套没 那更何况我讲的三四四三串 这更是不用讲了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的资金不要扩散掉 一套的资金来回的运用 大概三月底之前 对你而言会有帮助 你现在跟上蜀方 在全新投资组合的一个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龙联 东中来蜀方陪伴你 盘中全新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原来 문的公司与分析 未知新的操作 最好当年